那我们接下来看台湾的这个新闻 这个礼拜呢 这个有一个 这个台湾呢 这个是一则一席一则一忧 这是什么 台湾现在搞一个南部科技雨林 各位你有高雄人吗 有台南人吗 如果有的话 请你耳朵竖起来注意听 工研院现在说在台南设立一个 真会取名字 半导体科技雨林 这像亚马逊一样 中南美洲雨林 多么的这个事情花意 他这个就是说 一个呢是叫做化合物半导体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三代半导体 就功率半导体 还有这个就是要跟电动车的这个应用 这些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但我不得不佩服政府的 这个包装上面 如果你讲说什么化合物半导体 大概没有人听得懂 但是他这边讲的叫做 下世代半导体科技雨林 我一看这是什么动动 耳朵就竖起来了 那这个化合物跟半导体 跟半导体产业链 这个中间呢 事实上是在经过了九个月的整合 政府呢他搞一个大南方计划的理念 所以在台南呢 将以启动电动车应用 跟化合物半导体为核心 化合物半导体再讲一遍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要催出一兆元 来一兆美元要来投资的 这个叫第三代半导体功率 就台湾的像什么文帽了 这些人做的这些的事情 所以他跟台南市政府成立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专区 那么这个那南部的话呢 台湾是在半导体 现在是基本上台湾整个的经济发展 是围绕在台积电 那所以围绕台积电的话 这个南部的这个地方呢 强调两个第一个是材料 就像ASML 这个荷兰的ASML 这个是在台南这边 还有机械的设备 这个这些东西都都是 这是往好的方向讲 问题是什么 南部缺水缺电 而且你现在太强调了高科技的发展 你等于是从北到南 每一个地方都变成科技园区 这个北边的话有竹科 你的这个台南有南科 然后呢现在又有高科 那最近我看到嘉义也搞了一个加科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台湾 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科技导国的